哈囉大家好我是NG 今天要來說 異世界迷宮 黑心企業下半部 上集結束 男主角二志工在未來也得知 世界會因貝爾沙毀滅 就決定回來阻止他 計畫也都想好了 就是想在貝爾沙前 帶著腦子不好 但戰鬥力超強的隊友們 先一步奪走遺跡 那為了增加成功率 西亞就開始替二志工特訓 可二志工不是這個世界的人 根本沒辦法用魔力 戰鬥力比三歲小孩還要低 幸好二志工發現 之前從未來A走的槍 其實是超高科技AI智能武器 魔槍 只要吸收魔力就能啟動 而且這東西戰鬥力超強 一發就能輕鬆解決魔物 不夠的魔力 還會自動從周圍環境吸收 根本就是為他量身訂做的武器啊 不過二志工的運氣哪有這麼好 其實這魔槍的吸收轉換效率差到爆炸 吸收核電傷這麼多的能量 大概只能是個十次之類的 氣得二志工想把這破東西丟了 沒想到的是 這魔槍非常堅持要跟二志工在一起 變出一條長長的皮帶 緊緊勾住他死不放 甚至威脅說他自爆同歸於盡 就像發狂起來的少女一樣 更慘的是 魔槍還不允許二志工使用別的武器 一定要一起 一條路走到底就對了 之後因為衣服也是魔力做成 全被魔槍吸掉的眾人 為了搞點衣服穿 就來到迷宮內的商店 想買些廉價裝備撐一下 二志工也使出大絕奧客模式 對著店主新敵一頓籌碼 你看 最近在你們做買的衣服 這裡有嚴重磨損 很明顯是瑕疵品啊 道欠有什麼用 給我看看你的誠意啊 把錢還來 再給我三則優惠 否則算我們攻城你哦 看不下去的西亞 就跳出來要他收斂一點 別欺負小女孩啦 心底便哭著說 這間店是爸爸重要的遺產 所有權卻被來自他購買了 害我每天都被不講義的業績 一樣的喘不過氣 總有一天 我一定要賺大錢把店買回來的 如此有鼓氣的話 讓二志工刮目相看 決定幫助他翻身 那目前能用的商品 是一個最近剛升天的 亡靈法師做出來的 數量超級多 但品質很差的回復藥水 二志工立刻就想到一套邪惡計畫 首先是找那些陷入危機的冒險者 抓準時機跳出去幫忙 說些帥帥的台詞 再把做成飲料的藥水拿出來喝 只要喝下這飲料 死亡乳牛 就能精神百倍 大戰個三天三夜 等對方疑惑時 就派出另一人去解說飲料的功能 什麼各種對身體好的成分 專門為冒險者調配的新概念產品 然後找一堆美女到處宣傳 再來個免費大放送 讓冒險者們 全對這東西充滿興趣 而是在二志工的操作下 這品質超差的垃圾竟然賣爆了 籌票大把大把的賺 畢竟賣商品 最重要的就是形象 只要煽動買家的虛用心 再加上喝一口 便離不開的輕微成飲性 就是最完美的商品 什麼 成飲性只是比咖啡因 強一點點的東西啦 沒問題的 況且大家都很開心不是嗎 雙方都滿意就行了嘛 不過二志工沒這麼好運啦 所以賣沒幾天 公司就檢測出這飲料裡 有超標的催面成分 禁止他們販賣 二志工刺刺兩身 為而讓商品賣爆 偷偷加告的事情曝光了嗎 沒辦法了 立刻把錯 都推到已升天的亡靈法師頭上 這東西是亡靈做的耶 有點小問題很正常吧 而且這樣是在幫公司賺錢耶 沒問題吧 而當二志工發現 監察人員不領情詩 就趕緊甩過給辛迪 我們還有事要做 剩下的就交給你囉 只要有心 你一定能賺大錢的 然後迅速開溜 來到迷宮四層 主角們遇到貝爾沙調查部隊的後勤人員 也從他們口中得知 迷宮發生了異狀 原來 調查部隊在五層打怪時 迷宮突然發生地震坍塌 導致出入口被關閉 待機的後勤人員僥倖逃了出來 可戰鬥人員全被困在五層 為了找到下去的方法 二志工就決定和這些後勤人員合作 並往他們之前造好的據點前進 只是這裡太久沒用了 竟然已經被對魔物包圍 這時 一群狼跟螞蟻魔物 突然跳出來攻擊據點前的魔物 一個子法女子 也抱著一名白髮少女 一招滑心跪拜事 瞬間移動到二志工面前 便哭便說好想他 疑問才知道 此法女竟然是以後衛 原來是因為二志工消失後 他就慘被人類追殺 才練出擬人技術逃避的 至於白髮少女 就是當時跟他們幹架的魔神二號 而迷宮中發生的異狀 都跟二號有關 他跟迷宮是同步的 只要身體不適 迷宮也會崩壞 正常來說 魔神會讓迷宮的魔力循環 可麗姆跑到迷宮外頭破壞著循環 迷宮只好便出第二個魔神來控制 但魔力大量減少 讓魔神二號非常虛弱 才會連帶影響到迷宮 二志工聽完 就明白要先搞二號的狀態才行 如果二號跟迷宮同步 只要把迷宮弄好就行了嘛 於是二志工率領眾人 開始回復迷宮內的生態平衡 像是給水系魔物水 讓他們回復力量 能對抗入侵領地的魔物 給土魔獸樹木種子吃 阻止森林過度擴張 消滅佔領湖泊 不斷散發毒素的巨大蜘蛛等等 同時 利母則在家弄對吃的喝的 甚至找來冰塊之類的 二號終於回復狀態 利母並幫他取了個名字 SOLA 總之主角們就順利往第五層前進 還非常巧的 就到了陷入險境的戰鬥部隊 然後二志工馬上卑鄙無恥的 用心理學慢慢操控這些戰鬥部隊 像是關心弱者 激勵恐懼之恩 提高作戰士氣等等 讓戰鬥部隊 都心甘情願幫他在前面打怪 很快的 眾人來到迷宮六層 遠骨遺跡前面 二志工告訴其他人 這東西非常危險 他願意先去看看情況 讓眾人全都感動的不斷歡呼 啊這種話 當然是騙人的嘛 二志工從頭到尾 都是在利用這些蠢蛋 幫自己得到遺跡的力量啦 接下來 這個世界將他的操作下 變成最棒的樂園啦 哇哈哈哈 之後二志工騎著魔物 先回去找貝爾沙 把欠的錢全都還了 再送他一封離職信 跟著垃圾公司 徹底劃清關係 然後二志工大量收購 魔力枯竭了迷宮 改造成任何人都能進去玩的遊樂園 因為得到遺跡力量後他得知 迷宮的魔力消耗完了 是可以從外部補充的 只要讓有魔力的人進去 迷宮就能從這些人身上吸收魔力 不斷產出高品質模式 變成一個正循環 接著 二志工就將累積起來的大量高純度魔石 用合理的超低價格流入市場 搶走萊澤哈的市佔率 再找來一堆魔物外送 搞今天下單 今天就能取貨 輕輕鬆搶走萊澤哈剩下的客人 然後用賺來的錢 巧巧收購萊澤哈的股票 成為能掌控公司的大股東 再解雇貝爾沙的職位 自己來當萊澤哈的董事長 歷經千辛萬苦 二志工終於從底層爬上來 解決了最大的敵人貝爾沙 再次獲得了功成名就 最後二志工的迷宮黑心企業 收購萊澤哈 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集團 他終於永遠在頂樓 我看下面的群低端人客 享受有錢人的生活囉 那之後其實二志工 以後會被轉移到另一個時空去 再次受到悲慘對待 但就等第二季再說吧 看完後我就在想 不要臉 臉皮夠厚 就是成為第一的關鍵 所以你可以買珍奶給我喝嗎